杜仁香山夕陽有禁於香港回歸當晚 青馬大橋煙花一瀉而下倒向海面 好像一道大閘關鎖香港 不禁搖頭嘆息一句江河日下 感嘆香港風水口被關鎖 從此氣魂北移 然而遠不至此 杜仁香山夕陽發現中共並不滿足於掠奪香港的財富 而是早有預謀欲先殺死香港 再晉級香港的元氣 將香港徹底變成死港 為此一種以蛇形而成的風水毒局 亦應劫而生 真真正正是群蛇亂香港 第一大蛇毒局為大嶼山深荊簡林 喉索鳳凰之毒局 97年後 香港旅遊發展局花了數千萬港元 在大嶼山鳳凰嶺之上 搞了一個深荊簡林 當時仲大使宣傳說 深荊簡林保佑香港人 相傳鳳凰乃是香港守護神 抬眼鳳凰早山 隨著龍脈往下追看 深荊眼林所選之地 就正是鳳凰山龍脈過峽之處 龍過峽處 猶如人的咽喉 而三十八塊刻有深荊的巨木 以八字形佈局 仍如巨釘 施八字所喉發 釘死鳳凰 鄉山夕陽登高虎視木莊佈局 發現其明顯擺放成八字形 八字形其中一個圈裡 還放置了一堆古怪的石頭 奇形如蛇頭 施局者 欲用八字所喉發釘死鳳凰 再施毒蛇前吸鳳凰靈氣 寧了鳳凰遭此劫難必死無疑矣 果然是很狠、很毒的一招 第二毒蛇局周圍於香港水局的入口 即是天門所在 所謂天門所在 由於人的煙喉 那一成風水命脈之所在 西九對出的海面 正是香港水局的煙喉之處 當年 香港政府因為啟德機場 已經不能應付日益增加的旅客 計劃興建新機場 當時中共邪匪就開出條件 第一要經青馬大橋這條路線 第二要在西九填海 當年港英政府為了能夠順利動工 就只好接受中共的條件 原來中共狼子野心早有餘謀 事後發現西九填海區 無緣無故地多了一個 三角形的毒蛇蛇頭伸出海面 毒蛇咬著煙喉之處瘋狂吸血 目睹此局 道人鄉山夕陽醒覺到 中共邪匪不僅打劫香港的財富 還竟然明目張膽地 要將香港變成死港 香港命優宜 邪共還為那條大毒蛇 度身訂造了輪甲 從西九所謂的天幕設計 就能夠看出那條毒蛇 欲披輪大甲惡形惡常 面對如此巨大的毒蛇 纏著香港水局的煙喉 遊行香港福地 市民雖然不懂風水 也懂得堅決反對花費大量金錢 為大毒蛇披輪大甲 鮮賴香港之福 否則大毒蛇披上輪甲成功之後 早就耀武揚威示弱香港 香港市民就要比03年更悲慘百倍了 第三大局 周圍於香港深藏地帶中環 香港中環繞道工程 是邪共利用靈界風水佈局 在香港打超限戰的有一部分 這種是靈界邪毛放毒殺人的風水佈局 此局可名之為毒蛇套毛 其毒無比 整個風水局的毒蛇蛇頭 就放在中環國金大廈前面 是一條極毒的響尾蛇造型 蛇頭並非隧道出口 而是與行車路無關的潛建物 但是為了風水格局的需求 刻意將道路繞經蛇口 所有車輛在蛇口前方直出 造成毒蛇套毛的現象 在蛇口前方設有交通燈位 當蛇口套了一輪之後 交通燈轉為紅色 所有車輛被截停 後方的車輛陸續填滿馬路之後 再轉綠燈的時候 車輛又再次流水搬前進 造成蛇口一波又一波的套毛現象 道仁香山直揚說 繁風水局 無動機 則吉凶不顯 中環是香港的心臟地帶 無論政治、經濟、生命線皆在於此 現在灣仔曉道的大毒蛇 中環遊樂場的摩天輪 匯展中心的大石龜 西九龍站的大毒蛇等等 已經串成了一個整體的大屠殺風水局 成為三魔搶豬之勢 香港將永無靈人 另外在香港這種以蛇為形的風水建築 近幾年來沒有出眾多 被中共視為形狀工程的港珠澳大橋 以其兩個形似蛇頭的人工島 形成兩蛇對沖之勢 被指破壞香港風水 此外北角郵輪碼頭 佔東海濱長浪 都出現蛇型的風水局 群蛇亂香港之勢已成 至此香港便是非天災不斷 最明顯的就是中環毒蛇套務局中的中環妖道 中環妖道是在2019年2月正式通車的 該條妖道首階段就是在2019年1月20日通車 就在三稅分流方案啟動之後的短時間之內 香港衛生防護中心 在同年2月17日的統計數字顯示 流感高峰期 累計有397宗成人嚴重流感個案 當中有213人死亡 而同嚴重流感個案 就錄得21宗一人死亡 其中香港政府的倒行逆施 又和風水有什麼關係呢? 請收看下一集 和港央民新總部 文化 維新總部 全民主 公國 公